媽咪記得兇肚吃骨質疏鬆藥 媽咪你吃完藥 記住等30分鐘 不要吃早餐和其他藥 媽咪記得要吃維他命D和鈣片 吃骨質疏鬆藥 需不需這麼煩 骨質疏鬆症的病人需要長期服藥 但部分藥物的使用方法比較繁複 不少人覺得不太方便 現在最新的滴注式藥物 只需一年一針 就可以提供一年的保護 向你的醫生查詢一下